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杜 在我的上上之类影片里有提到 来台湾之后呢 我改变了非常非常的多 那这个时候呢 就有网友在我的影片下留言说 小杜 那你具体改变了哪些可以仔细的说一说吗 我想了想 简单的总结出了五点我所发生的改变 首先就要来说一说说话方式的改变 这是每天输出最多的 来台湾之后呢 不管是男生女生都问过我 说其实你们北方来的都特别的粗鲁 都特别的凶 其实没有这回事 我们只是说话比较直接而已 在我那边 我这样根本就不叫凶 我只要会开玩笑 我举个例子吧 就比如说 我在北京的时候跟我好朋友去逛街 我如果穿了一个他觉得不是很好看的衣服 他就直接会说 你穿这衣服也太丑了吧 你就是为什么要穿这衣服呀 但如果同样的话 来到台湾听 别人可能就觉得你这个人真的很没礼貌 不会尊重别人 但在我们那儿 就大家就是听这种话都习惯了 就可能觉得 今天穿不好看 那你给我挑一身 可能都会这样回 我跟台湾的同学去逛街的时候呢 如果我去试衣服 试了一件 他们觉得不好看的衣服 可能就会跟我说 你这件衣服我觉得还好 就是还好 刚开始我听这句话的意思 真的以为他认为我穿这个衣服很好看 所以我还真的就是 因此花了一大笔冤枉钱 去买了一堆他们觉得很丑的衣服 到后来才知道 只是他们表达很委婉 就是不好看也会说还好 还有一个口头禅 就是台湾人都会说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从捷运上下车或者公交车上下车都会说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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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我们那儿的话 可能大家都喜欢说借过 借过 借过 俩字就搞定了 就是说多点 比如说男生可能喜欢说 哥们借过一下 或者是往后哨一哨 我在这边有一个认识的台湾同学 他暑假的时候去北京玩过 就说 为什么你们讲话都那么痛啊 就是也是别人让他下车 借过一下 然后他就觉得 好凶啊 就是一定要给他让道那种感觉 但是借过对于我们来说 真的 就是也是一个很礼貌的用法 这两点不同 但是我来台湾之后呢 也改变了 我开始说不好意思 接下来的一点呢 就是生活更加的追求质感 质感这个词真的是我在台湾听到最多的一个词了 不管你卖什么 卖食物 家居 日用品 全都可以用质感这一个词来形容 像我在大学的时候 财富自由之后呢 我的消费习惯倾向于就是买淘宝拼多多那种 就是特别便宜的衣服 比如说二三十块钱一件的吧 他那个衣服质量可能没有特别好 但是呢 他很便宜 我就觉得我可以花一个便宜的小钱 去买一堆质量不太好的衣服 但是呢 我每天可以穿不一样的 但是来台湾之后就是我觉得 这个钱花的还是得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有品质 比如说我今天穿的这个棒球外套 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牌子 帽子 它其实在大陆也挺火的 但当时还是大学生更喜欢淘宝货一些 帽子这个牌子在日本跟韩国也特别火 好多人都会去买 它是有着25年之一时的一个算老牌子的衣服吧 就它的版型啊 设计都挺好的 穿起来就是时尚跟舒适都坚固 我给我妈也买了一套 虽然呢 它是北欧的一个设计品牌 但是它在台湾也有现货 你买的时候也不用去找代购什么特方便 直接在官网下单就行了 很快就能送到 就差你 没穿帽子了 再来呢 是生活方式的改变 我印象里在去年拍一个影片里 小小的提到 就是在我们那儿因为大家高考啊 或者是考研之类的压力都特别大嘛 所以都是那种就学就业取向的学习模式 一般会忽视个人的爱好 我高中的时候特别喜欢写小说 然后也投稿发表过 可是当时呢 家人就都觉得 现在最重要的是考一个好大学 那写小说肯定会花费你的精力 就不太建议做自己感兴趣的事 但当时就是跟我有个强烈对比是 有一个妹妹她是从小在加拿大 出生长大上学的 她的爱好是美术 画画 设计之类的 刚跟我说完学业最重要 让我不要花时间写小说的爸妈 然后转头就去帮那个妹妹 就是弄一些申请大学的这种作品集啊之类的 我觉得平常我喜欢的你不让我干 然后别人喜欢的你全力支持 当时心里超不服的 但是现在也长大了 没有什么升学的压力了 来台湾之后呢 就是会有更多的时间做自己有兴趣的事 比如说拍影片 大学的时候特别想学播音主持 当时也没办法学成了 那现在也开了自己的podcast频道 大家也可以就是没事去收听一下 第四点呢 就是饮食方式的改变 像我在大陆的时候 在北京的时候特别喜欢点外卖 我感觉每两天就要点一次外卖 因为我们那边的外卖真的特别便宜 像外送费你有红包的话 就是有APP会给你发红包 外送费一般都是免除的 然后再有一些登录打卡的免减呀 所以一顿饭的话 十来块钱二十来块钱就能搞定很多 来台湾之后呢就觉得 这个配送费怎么那么贵呀 动不动就是39块钱49 然后你买不到100块钱台币的东西 还得凑凑100块钱 然后才能给配送 我就觉得天呐真太贵了 直接扼杀了我这个喜欢吃外卖的兴趣 说到这儿 那真的呀 我的典外卖的兴趣就被抹杀掉了 好搞笑哦 最后一点不同呢 就是出行方式的改变 我在家的时候是很喜欢骑共享单车的 就是U-Bike 然后坐公交车坐地铁也超方便 来了新竹之后就觉得 等公交车就是好麻烦啊 然后也没有地铁 刚来的时候真的跟我北京的朋友吐槽了好多 说我觉得为什么从新竹到台北 没有很远的距离都不能去坐捷运呢 真的很白痴 然后为什么一定要去坐客运呢 后来朋友也跟我说 你看那边就是这边人口会比较少一些 你就算搭捷运这成本很高 但是坐的人不一定很多对不对 然后他很理性的 我这个朋友很理性的给我分析了一下 我就不会再像刚开始似的 就是那么的觉得不满意 那现在呢就是也特别习惯去到别的地方坐火车啊 坐可运 反正这边的火车也不用安检 坐捷运也不用安检 这点倒是挺方便的 就是很快直接进站就坐上车了 还有就是自从考机车驾照之后就觉得 去哪我都要机车才可以 像我住的地方离那个超市特别近 可能走路就是连100米都不到 但是这100米我都要骑机车 我觉得没有机车我就不能活了 终于感受到就是说在台湾一定要有一台机车这种概念了 要说到共享单车呢 这边虽然也有有U-bike 但是我感觉新竹的坡还是挺多的 骑坡的时候就感觉超级累 可能也是因为骑机车骑多了吧 就是不太锻炼身体了 然后骑共享单车的这个习惯呢 就是现在也完全没有了 其实要真的说哪改变了 我觉得衣食住行方便应该还是挺多的 那我暂时呢就先想出了这五点来回答一下网友朋友们 如果大家还想看小杜去拍什么体验什么 也可以在下方的留言区告诉我哟 那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